呃...我覺得是有一點沒有實至名歸啦 然後我覺得其實這個排名可能有點不實至名歸啦 我覺得新...呃...整個世界新三竟然排名第四就有點驚訝 因為世界這麼多美食嘛 就新三排名第四有點驚訝喔 呃...在這麼多國家裡面 在這個城市可能新三應該屬於前100吧 但是前10是有一點驚訝 感到蠻驚訝的對新三的排名...呃...美食排名第四喔 怎麼說呢?呃...我不覺得驚訝 因為新三的美食確實很好 呃...我覺得還好因為你不要多很多人來 就不會覺得很鮮訝 大概排名第二吧 第一名是檳城 檳城了然後到...呃...吉隆坡或新三 第一就是那個...四五寶我覺得 就我自己的家鄉 然後第二的話就可能是... 檳城 第三的話是...才到那個新三 呃...我會把檳城...呃...和一寶 排在首二位然後才到新三 第一的排名還是... 沙拉越過後就會到...呃...吉隆坡... 新三... 檳城 在馬來西亞美食如果在新三來說應該是排行在第四沒錯吧 在大馬我們應該排... 第二第三吧 第一應該是...餅子 第二應該是...餅子 第二應該是...餅子 看來是我們的...餅蛋 呃...果條仔 我們叫做... 呃... 蘇蘭拉越的文牆 還有...呃...南兵園的果條仔 新三的美食我覺得比較好吃的應該是... 雲吞麵和肉骨茶 我是在那個...布朗尼附近的...按摩院附近 然後是晚上才有開的 那邊呢...雲吞麵就非常的好吃非常的入味 呃...我覺得是肉骨茶跟土麵 然後...肉骨茶也比較好 肉骨茶就...對面就有一個... 對面有一個肉骨茶 對面有一個肉骨茶 呃...火鍋 呃...還有...炒果條啊...鱸鱸啊... 果條仔這些 在新三比如這樣...乳瓜湯啊... 還有芭果爹啊...都是非常好的 蠻多的美食很像...呃... 有...麵粉果啊... 啊...麵粉果在這邊新三...呃... 呃...是個特色 然後還有果條仔...呃... 呃... 會有一種香味... 例如說我們的文春麵啊... 在...呃... 版南的文春麵啊... 它的...會有一點特色的味道... 跟一般的文春麵是比較不一樣的... 麵粉果同樣的也是... 它跟吉隆坡的味道... 它會有一種特別的香味... 在新三的美食... 就比較偏甜... 就... 比如說它的拉薩... 紅酒麵線啊... 呃... 還有... 雲吞麵啊... 它們這些就會比較偏甜... 在新三... 我們可以到... 麻瓦斯林... 呃... 呃... 這種都非常多美食... 呃...所以... 當然... 杏山美食... 從小到大... 吃到現在... 當然是最喜歡... 也是... 最有特色啦...